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在今天的社会里,伪装成警察的诈骗电话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有些敬业的骗子会连带着把针对你的伪造的起诉书和逮捕令都发过来 不过这些伎俩大部分也都是为了骗钱 但是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美国 那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命,甚至把你给活埋了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起案件故事吧 2002年,一段美国阿拉巴马州警方流出的视频震惊了世界 一名捂着自己的脖子满身是血的男子 在深夜的高速公路上和警方求救 他不顾自己被割开的脖子 坚持要求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儿子才去医院 他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要说清楚这一点,还要从两周之前的另一起凶杀案说起 2002年的1月30日 阿拉巴马州东部的一名中年女子卡吹娜 在早上8点30分,按照惯例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问好 这个是他和母亲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但是这天早晨,电话那边一直都是盲音 他觉得有些奇怪,但是还是照常去上班了 之后每隔一个小时,他就给母亲打去一个电话 但是每次都打不通 开始担心父母安全的他提前下了班 匆匆地赶到了父母的住处 一到门口,他就觉得气氛不对劲 因为父母亲的车都停在门口 但是他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开门 他绕到了后门,发现门是虚眼的 好像曾经被人踢开过 一进门他就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父亲面朝下倒在血泊之中 他咬着嘴唇克制着恐惧继续往房间里面走去 发现自己的母亲也死在了卧室里 和父亲的情况差不多 他想要报警,但是拿起电话之后发现没有声音 原来电话线已经被扯断了 最后在邻居的帮助下总算是报了警 经过警方初步的侦查 卡吹娜的父亲索尔曼身中三枪 致命的一枪是从后脑射入的 而卡吹娜的母亲也是一样的情况 身中三枪,致命伤在后脑 老两口身上的瘀伤都显示 他们在死前都被残忍地折磨过 而他们的房子被人翻了个底朝天 阁楼,柜子,通风口都被撬开了 仔细地翻找过 很显然,匪徒的直接目的是求财 而从他们杀死两名老人灭口来看 作案的很有可能是熟人 不过很讽刺的是 匪徒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来抢劫 而且把家里每一个角落都翻遍了 却唯独遗漏了浴室里的一个角落 而就在这里,警方找到了被害的两名老人藏起来的 8万7千美元的现金 不过除此之外 警察的调查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的结果 两名老人身上的子弹 似乎是从两把不同的手枪里射出来的 所以可以猜测 有可能是两名匪徒犯案 在屋后的泥地上 警方找到了一些脚印 跟着这些脚印走去 又发现了一些轮胎痕迹 但这些就是当时警方所能找到的全部线索了 最开始,警察怀疑犯人可能是Katrina的前男友 10年前Katrina提出要和这个男人分手的时候 他绑架,虐待,并且强奸了Katrina 并且威胁说要杀害Katrina的父母 最后这个人渣被逮捕,并且被判刑 不过很快警察就发现 犯人不可能是这名男子 因为就在案发当天 这名前男友还被关在100英里外的监狱里服刑呢 至此,调查陷入了僵局 就在警察一筹莫展的时候 时间来到了两周之后 在离第一起案发地不远的Phoenix城 住着54岁的单亲父亲Butch 和他12岁的儿子Brett Butch经营着一家二手车行 很多年来他又当爹又当妈 一边努力地赚钱 一边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的儿子 2002年的2月17日 这天晚上将近10点钟 Butch洗完了衣服 给儿子准备好了第二天上学的午餐 马上就要准备哄儿子睡觉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敲门声 Butch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在工作日的晚上 但凡是有点常识的人 都不会在这么晚来打扰人家的休息 但是敲门声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Butch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两名警察 他们出示了自己的警徽 并且拿出了一张搜查令 告诉Butch说他因为持有毒品的罪名被逮捕了 对于这种指控 Butch当然适口否认 但是这两名警察并不听他的辩解 给他戴上了手铐 并且把他压上了一辆 停在屋外的白色福特皇冠轿车 在车上Butch说自己还有一个12岁的儿子 自己要是被抓走了 谁来照顾一个人在家的男孩呢 没想到这两个警察居然返回了屋里 很快的把12岁的小男孩也靠了起来 带回车上锁在了Butch的身边 然后就开车了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 这些警察的行为真是太奇怪了 会不会是假警察呢 没错 Butch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尤其是当他发现 这两个人开车经过了Phoenix警察局 却没有停车的意思的时候 他觉得大事不妙了 这两名假警察把车开上了当时还没有完工的431号公路 在一个偏僻的地点 这两个人停下车 开始问Butch他家里存着多少现金 他们似乎对Butch的生意很熟悉 而且断定Butch一定在家里藏了不止10万美元的现金 在对话当中 Butch也觉得其中的一个人好像有些眼熟 不过他不敢说自己认识这些人 他为了救自己儿子的命 非常干脆地告诉这两个匪徒自己家里确实有现金 但是没有10万美元那么多 他说只要能够放过他们父子两 他有一分算一分 会把所有的现金都交出来 于是两名假警察又一次开车 原路返回了Butch家里 Butch从衣柜里找出了4万美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两个人 但是父子两人并没有被释放 而是又一次被压上了车 开到了431号公路边的一处工地 在这里不止和儿子Butch被压了下来 可怜的单亲父亲感觉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会是怎样的 他苦苦地哀求两名匪徒 至少能够放过自己的儿子 但是很快的 他们还是被压到了一个早就挖好的浅坑旁边 在这里 一名匪徒割开了Butch的喉咙 伤口又深又长 从一侧的耳根直接割到了另一侧耳根 就在Brett惊恐地哀求匪徒们放过自己父亲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人冷血地对着这名12岁小男孩的头部 就开了三枪 随后匪徒把男孩的尸体扔进了坑里 然后他们又把倒在地上的Butch也推进了坑里 压在了自己儿子的尸体上面 随后这两个人就开始给坑里填土 填满之后就离开了 但是Butch并没有死 很难想象这名单亲父亲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一边忍受着喉部的剧痛 又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一边感受着身下 昔日里活泼可爱的爱子的身体 渐渐变得冰冷 等匪徒离开之后 Butch奋力地挖开了盖在身上的泥土 爬了出来 他的上衣被血和泥所浸透 他用两只手把自己撕裂的喉咙按在一起 在黑暗中艰难地穿过荆棘和灌木 来到了旁边的公路上 一名好心人停了车 并且帮他报了警 而警察赶到之后 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了 不齿全身浴血 好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 但是他的精神却出奇地亢奋 他嘶哑着身影告诉了警察事发的大概经过 以及他们被埋的大概地点 救护车到来之后 他却坚持说在找到自己儿子的尸体之前 他不接受任何的治疗 直到医护人员和他说 如果你再不治疗 很快你肯定会死 那么对你和你儿子做下这些事情的人 就要逍遥法外了 听了这些话 他才同意上车去医院治疗 不过就在这段时间里 不齿已经尽可能地把自己能够记住的匪徒的所有的特征都告诉了警察 包括他们开的那辆白色的福特皇冠轿车 这种车型在2011年停产之前一直被美国警察采购 涂装成警车使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开始不齿会上当的原因之一 同时不齿也告诉警察 这两个匪徒拿走了他的家门钥匙 警方立刻就警觉起来 匪徒会不会再一次返回不齿家去拿别的财物呢 于是警察立刻来到了不齿家 他们在不齿家门口监视了不到30分钟 就有一辆白色的福特皇冠轿车开过 开车的名叫Michael Carrous 警察跟踪了一会儿之后就把车截停 然后逮捕了他 在车里警察找到了手铐、警符、一大堆的现金以及血迹 警察扣押了轿车 并且把 Carrous带回了警察局审问 而面对警察的审问 43岁的Michael Carrous 坚持说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警察也确实没有找到他之前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而且他似乎对警察的审问手段和问话套路都很熟悉 那么这个 Carrous究竟是什么人呢 原来他是一名保释代理人 专门替那些交不起保释金的犯罪嫌疑人担保出狱 然后从中收取利息赚钱的人 宽泛一些来说的话 也勉强算是司法系统里的一环 这就能够解释他面对警察的审问 能够显得那么游刃有余的原因 而且他自信满满的另一个原因是 他觉得所有的目击者都被杀掉了 所以警方没有人证能够指控他 不过当警察告诉他不齿还活得好好的时候 明显可以看出他动摇了 但是他还是一口咬死说 自己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不过他又说 如果警察能够对这件事不追究的话 他愿意提供线索 帮警察端掉一个特大的贩毒团伙 警察当然不会被他的鬼话所糊弄 但是想让他交代实情来说 看起来困难很大 不过在另一间审讯室里 Karis的同伙就没有这么难对付了 原来就在案发那天晚上 在被送上救护车之前 布驰想起了他觉得脸熟的那个匪徒的身份 这个人名叫Jimmy Brooks Jr. 是一名偶尔帮布驰回收二手车的人的儿子 警察赶到Jimmy家逮捕他的时候 他正在后院里烧毁作案的时候穿的那身警服 到案之后 这个年轻人很快就招供了 原来不久之前 Jimmy因为六起撬车盗窃的轻罪 被关押在看守所里 六个月前 Karis帮他支付了三万五千美元的保释金 让他取保候审 这让Jimmy觉得自己欠了Karis很大的人情 所以他就愿意帮助他一起抢劫犯罪 不过Jimmy也并不完全是被迫的 事实上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对这些犯罪也充满了热情 而在惨案发生的那天晚上 是Michael割开了Butch的喉咙 而Jimmy则冷血地枪杀了12岁的Brett 而且Talia也就是两周之前 闯入Katrina父母家 并且杀害了两名老人的凶手 Karis杀害了Katrina的父亲 而Jimmy对老太太下了毒手 而在针对两名老人的犯罪中 还有第三个人参与 这个人名叫James Gary 他也是被Karis保释出来的一名囚犯 和Jimmy相比 他被要挟的成分居多 也更加地不情愿参与 杀害老人那天晚上 他只是负责开车 并没有进屋 而且之后 他就完全和另外两个人分道扬镳了 Karis和Jimmy手上有一长串的名单 这些都是他们打听来的 在附近区域里 家境比较英识的人家 他们判断 这些人多少都会藏一些现金在家里 他们商量好要一家一家地抢过去 而且因为Karis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 为了不犯案 他们决定在抢劫之后不留活口 那么他们抢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说出来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Karis显然是一个有追求的罪犯 他们抢钱的目的并不是花天酒地的享受 而是为了更大的犯罪投资 他们想要建造一个规模庞大的 无土栽培大麻的地下农场 而在他们被捕的时候 这个毒品农场已经有了雏刑 Karis从始至终没有交代一个字 他坚持说自己是无罪的 不过在他的衣服上确实找到了不齿的血迹 而他的猪队友Jimmy Brooks 也详细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所以在2003年 Karis还是在零口供的情况下 被判处一级谋杀罪 谋杀未遂罪 绑架罪和抢劫罪的罪名成立 被判处死刑 而四个月后Jimmy Brooks 也因为相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而对于抢劫和杀害两名老人的罪行 James Gary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许假释 Karis和Jimmy也在这件案子里 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过因为他们已经在之前被判了死刑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就不算什么了 到今天为止 17年过去了 这两名罪犯仍然活在监狱里 等待着死刑的执行 而经历了丧子之痛的Butch 近些年来虽然病痛缠身 但他依然坚持出席 每一次Karis和Jimmy上诉 想要推翻死刑判决的庭审 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见证这两个人渣的最终制裁 这真是一起让人感觉悲伤又恐怖的案子 想想看 一个人被割喉又被活埋之后 生还的几率能有多大呢 而如果当时Butch 没能够从坟墓里奋力地爬出来的话 不仅他和儿子的遭遇会冤成海底 那两个杀人魔 一定会照着自己的名单不停地杀下去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遭殃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您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